好 那已經拆解完成的部分呢 那就用Scale指令 直接縮小 這邊先不要用這個FreeTransform 自由的控制的這個功能 就會亂七八糟 但是移動的時候它比較方便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工具 先把它縮小 只要縮到這個框框的大小以下 先搬旁邊 好 接著我們就要處理另外的部分 好 那選的時候我們一樣可以用一個功能 就是 我是選這一個面 這個地方 這兩個面選起來 按加 就是Grow 它可以擴增 擴增選取的範圍 就是這樣會比較快速的 直接選到 好 直接就選到 會擴增選取範圍 那一樣的 Mapping Flight Mapping 那它又會打散 好 Edge模式 Tools StitchSelect OK 好 好 這邊選起來 轉轉 好轉過來了 好 然後再縮小一下 一樣它大於這個 框框太多 那我們先都搬到旁邊放 好 那等一下最後再回來確認什麼東西 好 最後再回來確認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格子的大小看起來是不是一致 接內外大概差不多一致 這樣貼圖比較正常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正上方 這裡 好 這個區域 其實這個區域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 左右對稱又前後對稱 所以其實是這樣子加上 另一個L 它是兩個L的組成 好 OK 那一樣選起來 好 這種整個是平的 你就不要用Mapping Flight Mapping了 整個是平的 請你選擇這一邊 看到它上面是不是自動出現一個框架 好 直接選到這一邊 如果那個框架方向不對的話 才要選XYZ 一般來講它都會是正確的 直接按這個 Quick Planner Map 因為這是平的 所以快速的把它弄成平面的 好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用這個工具了 它旋轉的地方在這個控制 這裡是縮放 中間這一格是旋轉 那我就可以把它轉成這樣 縮小一點 好 那一樣先搬到旁邊放 好 OK 然後 其他的 其他的 可以一起看一下的是這邊 這一隻 這整根 好 那我先用這樣子選 加加加加加 這樣比較快 好 直接加加加加加 一路加過去這樣最快 Mapping Flight Mapping OK 好 攤開 那 盒子當然是 攤成一片以後 邊邊拼起來嘛 所以就很單純的又回到這裡 呃 我們上面 上面那個面是哪一個 找一下 好 我以上面的為中心點 向兩邊 縫合 好 那這邊再加上另外一個 這是底下 OK 好 所以這一個 這一片在這 好 那這個盒子 就攤起來了 好 就攤平了 那一樣 一樣都會太大 先縮小 先縮小 搬到旁邊放 因為這個最終呢 我們要把這一堆 想辦法塞在這個範圍裡面 很像在拼拼圖 只是這些拼圖一定拼不起來 就是一定沒辦法 剛剛好那麼準 所以 要自己想辦法調整 那這待會再來看 好 OK 那這是我們目前 用這樣子的一個 Mapping Flight Hand Mapping 還有一個 這個平面這塊比較特別 我用的 直接是用這個 Quip Line Map 的方式去貼